矚立在太平洋中的绿岛 拥有得天图后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 湛蓝的海洋是旅客必来的潜点 更是许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绿岛一年四季都适合潜水 但是会因为季节不同而去不一样的潜点 绿岛的海底号称有高清HD画质 一同来开箱绿岛潜点有哪些 这集来介绍岸潜 大白沙的潜水范围 从潜水部到至马蹄郊之间的海域 大白沙潜点属于较有深度的潜场 是绿岛最大最美丽的沙岸 大白沙有一座极为神圣的海底教堂 因地形特殊使得整体看起来像极了教堂的屋顶 在阳光照射透进裂缝中的光线后 被潜水客们誉为是圣光 此绿岛潜点的最大深度约为15米 推荐给稍有经验的水飞潜水客 遇到的水飞景点 大白沙另一个潜点是时光隧道 最大深度约5-6米 长度约30米 不管是水飞至浅 是对潜水员来说十分友善的深度 绿岛的独立胶其实不孤独 除了涂出水面的独立胶外 尚有3-4颗高耸的胶石好朋友 像派金字塔一样处立在沙地上 水下景点可欣赏覆盖率甚高的珊瑚群 和高耸独立胶的地形 还有丰富的生态 试探相当有变化性的丰富潜水行程 采口潜水区位于绿岛北方 海底礁石遍布 以壮丽珊瑚景观著称 水深变化颇具有层次感 鱼群种类和珊瑚叫造型都很特别 让人能尽情享受 瑰丽的海底景观 石狼保护区位于绿岛的新南面 主要特色为隆起珊瑚礁构成的群礁地形 石狼有分左侧跟右侧 右侧有亚特兰提斯、十字架、小丑岛、大香菇、爱摩像 最有看头是小丑鱼岛 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小丑鱼密度最高的小岛 日岛的热门潜水地点 绿岛十字架 十字架大约七米左右 这是特别设立的人工景点 处立在沙地之中 不过这里离岸有点远 通常也会有点流 建议要绑符球才能安心拍美美照哟 绿岛旧码头在珊瑚的覆盖下 变成美丽的海底废墟 这里平均深度3米到6米而已 相当平易近人 建议在浪框很小的涨潮时候再来探访 因为游到亚特兰提斯 有一段很浅容易触碰到珊瑚 上下岸要特别小心 十两左侧有位于浮浅区 海底油桶、爱心、小兰鱼胶 十两银海域受环状珊瑚胶 所围绕 附近有温暖的太平洋黑潮北流通过 附近还有永生流 在这样优渥的条件下 形成丰富的海洋资源 滋养了罕见的软鹰珊瑚 以及各式各样的热带渔群 来时朗别忘了亲自下垂记性 至全台最深的海底油桶 以绿的海洋明星 克里蒙式斗丁海马为造型 打造的海底油桶 另外一旁爱心造交深得人心 让时朗成为绿岛最受欢迎的潜水区之一 水费投过明信片 之前当然也要来投一下啦 这天的能见度比水费好 海底明信片不能自己印制明信片 带下水去记 明信片只会变纸糊了 如果想买海底明信片跟绿岛浅店买 不一定每天都有在卖一张明信片70元 一同来投下最深的祝福吧 对于潜点不熟悉 建议找专业的教练带着你 之前潜店我找了时朗那边 这里也有水费潜水的项目哟 找绿岛小可爱Sherry教练就对了 亲切有我的个性一拍即合呀 我们在时朗潜水完毕 这是我的岛潜Sherry 如果有来绿岛可以来时朗那边找这位美女 绿岛的白天是火烧岛 热到让人想泡在凉凉的海水里 到了傍晚满天行斗半栩栩凉风 展现出热带海洋岛屿的度假风情 绿岛夜间水下的世界也非常精彩 这次夜前目标是时朗 夜间的海洋生态相较白天感觉更精彩 色彩也更丰富 绿岛拥有世界级的潜点 能见度超高的海域以及多样的生物族群 让这里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优质潜点 暗简还有好几个潜点还没有去过 下次再开箱给大家 如果你也想体验潜水 非常推荐绿岛 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爱上这座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